福布斯2022财富榜单出炉 马斯克重返世界首富 扎克伯格被拖出前十 小狐狸推出Protofolio DAPP的神奇挂件 一键切换包之百饼 Talos无忌熊市继续开疆拓土 加密货币走上前台 会计准则也得跟上 加密货币监管缺乏统一的标准 IMF预指FSB牵头 9月29号星期四 别连何在 我是Michael 全球知名的福布斯杂志日前公布了 它2022年美国前400大的富豪的榜单 特斯拉的CEO马斯克 以及米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 比尔盖茨以及沃伦巴菲特 纷纷入榜 其中最惨的就是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 自从把Facebook改名为Meta之后 因为专注元宇宙的发展 扎克伯格的财产 今年打幅的缩水超过了700亿美元 来看报道 据福布斯发布的榜单显示 马斯克以2510亿美元的财富 取代连续四年霸榜的贝索斯 成为2022年美国最富有的人 马斯克的身家比去年高出了1000亿美元 贝索斯以1510亿美元的净资产排名第二 排名第三的则是比尔盖茨 身家1060亿美元 另外积极压住元宇宙发展的马克扎克伯格 这次从去年的第三名跌到了第11名的位置 去年10月脸书改名为Meta 自此之后Meta财报表现暗淡 股价一蹶不振 这让名下资产几乎都与Meta股票挂钩的小扎资产 暴跌约710亿美元 目前身家为577亿美元 大家都知道在币圈链圈 它的创新速度是非常快的 一天不跟进消息的话 你就会被甩在大多数人之后 在加密投资赛道上面 很多人拥有一个痛点 就是他拥有不止一个加密钱包的地址 可是钱包多了之后 在查看资产的时候 还是要不断的切换你的钱包地址 对吧 而且经常我们会忘记哪个账号管理着哪些资产 所以针对加密货币投资者的痛点 MetaMask推出了一个允许用户 在多个账户上进行切换的 整合区块链的一个应用的软件 叫Portfolio Debt 来看报道 日前加密钱包应用MetaMask 推出资产组合试图功能 Portfolio Debt测试版 只要在界面上点选All Accounts后 即可以连接另一个账户 包含离线钱包和硬提钱包 目前Portfolio Debt 仅限MetaMask用户通过钱包连接 目前Portfolio Debt 以支持整合7条链上的资产 包括以太坊 B&B Smart Chain Polygon Phantom Averlange Optimism 和Abridrum 未来也将持续整合更多区块网络 支持查看NFT 搜寻和观察代币等功能 自从加密货币市场开始下跌 加密货币市场当中爆雷的事件就不断的发生 很多大型的投资机构纷纷破产 加密货币交易所也纷纷跑路 在熊市当中可以说被大家称为有史以来最漫长 最难熬的熊市之一 然而在熊市之下 加密货币的市值虽然跌宕起伏 但是各国对于加密货币监管的各种措施 却是在不断的加速修订 甚至有的加密技术公司在这个期间 还获得了12.5亿美元估值 完成了1.05亿美元的币轮融资计划 是谁呢 而且参加投资的公司还都是花旗集团 纽约梅隆银行 富国银行 A16Z等大型的集团 所以这家公司一下就吸引了所有资本圈的目光 它是谁呢 Taylor's 下面我们来看看 它还会有哪些新的计划 为全球数字资产交易策略提供支持的Taylor's平台 因其性能 可靠性和安全性 而受到最大和最成熟的市场参与者 及其最终客户的信赖 其交易平台 市场 数据和分析 以及投资组合和结算工具 可以所有类型的客户都能够进行端到端交易 更无需担心中介风险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想要确保 我们要确保 即使是虚拟类型的 或者是虚拟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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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虚拟类型的 会有同样的工具 以同样的工具 以同样的工具 据报道 Telor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安东卡茨日前表示 今年的团队任务将会在欧洲 中东和非洲 及其他地区开始扩张 同时任命弗兰克·范·泽格维尔德 担任EMEA销售主管 马特·休斯顿担任客户总监 负责增长客户群 希拉里·康利担任业务发展总监 负责上市战略等工作 加密企业资产面临重要问题 会计准则要学会与加密货币共存 全球加密监管不统一 急需一个领头人 近一年多来 如果您关注我们日报的话 您会发现 加密货币已经从一个小众的边缘的投资门类 变成了现在一个大型的资管公司 知名的投资机构 都必须要关注和投资的一个新兴的赛道 那么随着加密货币的应用和投资的加速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把他们持有的加密货币 纳入到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所以以前我们不太关注的会计准则这种东西 开始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记录它 它的亏损和盈利在会计准则上面 应该怎么来表现 私营公司委员会主席Candice Wright 在9月22号表示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正在为加密货币制定新的会计规则 该规则所涉及的数字资产 将包括那些无形的 不具有现金流或商品和服务所有权的 合同权利的资产 以及可替代的资产 该决定标志者朝着最终提案和最终规则 迈出又一步 这将填补持有这些资产的公司的空白 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细节 一位发言人表示 FASB希望在年底前 结束对其加密项目的初步讨论 届时董事会将对是否发布提案进行投票 好 自从加密货币的市场问世以来 或者说当它变成一个市场以来 去中心化的赛道就伴随着各种犯罪的这种温床 像金融欺诈 黑客盗窃 洗钱逃逸 等等 对吧 这也使得各个国家加紧了 对于加密赛道的一些监管的措施 不过这个问题也出来了 如果要把加密货币赛道放到监管措施之下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政策 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去中心化的体系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所以要对加密进行监管 那势必要进行统一才可以 国际国币基金组织发布稳定币报告 报告称 作为一种潜在的价值储存和对冲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的手段 以美元计价的稳定币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越来越受欢迎 稳定币和股票市场之间已经观察到较高的波动相关性 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管 传统金融和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之间的传染风险将会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金融稳定委员会牵头推动加密货币全球监管 文章称金融稳定委员会处于有利地位 可以带头协调和建立全球标准 以支持对加密资产及其生态系统的国家监管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 如果你认可我们慢慢变有钱的投资理念 如果你认可我们需要和时间做朋友 让我们的财富慢慢去发酵 那么欢迎您成为我们的会员 但如果你是想一夜变富 三个月就可以站在财富的高地上随地大小变 那么我们频道的会员可能不太适合你 我们非常欢迎和我们投资理念一致的朋友 我们一起组团走向财富的高地 节目最后是今天的BQ快报 明天见 日前期权协议Layer已推出SOR做市商Watt 用户可存入SUSD 并通过LayerSOR期权市场提供流动性 来获取收益 据悉SOR期权市场将于Watt TVL 达到100万美元时开放交易 NFT的交易量从今年1月的创纪录高位 下跌了97% 根据Dune Analytics的数据 他们从2022年初的170亿美元 下滑至9月的4.66亿美元 瑞典央行于日前表示 瑞典、挪威和以色列央行 已与国际清算银行启动了一个项目 用央行数字货币测试国际零售汇款支付业务 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近来表示 该交易所已启动一项专门的计划 以帮助执法部门侦查金融和网络犯罪 币安表示 新的全球执法培训项目 旨在协助起诉利用数字资产的不良行为者 自2021年11月以来 汽油安全专家和前特工组成的币安调查团队 已响应了27000多项执法请求 据Cringlass数据 交易所钱包余额近24小时 增加2703.66枚BTC 近7天增加20634.35枚BTC 近30天增加19181.96枚BTC 目前全网交易所总计钱包余额为2114353.51枚BTC